展现十足亲和力 大陆第一夫人彭丽媛 伸出双手和印尼总统夫人 伊利亚娜问号 G20峰会巴厘岛登场 各国领导人会晤他国领袖 领袖配偶也忙着夫人外交 各国领导夫人参加巴厘岛传统文化村 欣赏乐器传统表演 体验编织活动 夫人们排排站 其中就以彭丽媛最为亮眼 他以一身改良式中国红旗袍 成为目光焦点 We wish you an enjoyable dinner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期间 参加G20峰会期间 彭丽媛几次公开亮相的造型 都掀起话题 G20网宴上彭丽媛 换上印尼传统服饰 领口蓝紫色配件 和习近平衬衫相呼应 时间在往前倒转 递达印尼当天 他踏出几艙舱门 以一袭米白连身裙 搭配白色手提包 展现端庄优雅 网友再度暴动 大喊YYDS 也就是大赞彭丽媛的穿搭 是永远的神决绝字 回顾彭丽媛一望造型 她时常挽起头发 走典雅路线 展现中国女性温柔婉约 御用造型师马可也跟着爆红 她曾透露替第一夫人设计的哲学 就是优雅唯妙语端庄 立体设计感的黄色衬衫搭配白色西装裤 南韩总统尹席月的夫人金建西 以干练气质 裤装亮相 媒体大赞就算少女脸穿上西装裤 也提升霸气感 这次据推理峰会 除了各国领袖间谈论的话题 夫人们的EQ也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记者综合报道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喔 MING PAO TORONTO